拜登的芯片补贴法案通过一年多了 至今才一分钱也没有落实 中美的芯片战 美国人是越打越破坏 各位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现阶段芯片领域 基本可以算是中美博弈的核心区域之一了 去年2022年8月9号 拜登曾签署过一份芯片与科学法案 说要投入520亿美元 用来刺激本土半导体制造产业 在和我们中国展开芯片战的同时 试图吸引国外产业链回归美国本土 然而这一年多过去了 美国的半导体从业人员却发现 好像拜登似乎把这事给忘了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 曾经让美国半导体从业人员兴奋不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 正在让他们越来越失望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科技研究与咨询公司的CEO 达尼尔·纽曼 在结束采访时有吐槽 虽然很多人已经预料到了 这个法案落实的时候会面临各种官僚作风 和政府行动效率阻碍 但是他没有想到情况比他预料的还要糟糕 整整一年多了 拜登政府没有为美国国内的芯片产业和研发发放任何的补贴资金 对此呢 美国商务部的反应呢 也是非常的经典 没有直接说为什么没给钱 而是说啊 在美国通过这个补贴法案之前啊 私营部门先承诺过要投资2300亿美元 那潜谈词就是说啊 你们别盯着政府为什么不给钱 那些私营企业之前承诺过要先掏钱的 你们可以先找他们去要钱啊 不得不说啊 这个美国商务部 雷蒙多的那个部门 也是个提皮球的高手啊 最具美国特色的是啊 美国商务部此前为了评估申请补贴的项目的价值 为了讨论如何发放补贴 搞了一个140个人超大规模评估团队 要知道那些人可是要开工资的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被选进团队的 140人评估了一年多 这吃喝拉桑各类消耗都算上 拜登那承诺的520亿还剩下多少 可就真要打个问号了 坦率的说啊 在中美芯片战打得如火如荼的背景下 美国政府干这种事情那是非常要命的 按照南华早报的统计啊 拜登推出芯片和科学法案之后啊 的确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美国半导体企业前前后后宣布了数十个项目 用于提高美国本土的制造能力 涉及到了材料设施 特种气体高纯度石墨和防护涂层等等 但是说好的政府补贴在哪呢 由于政府补贴迟迟不到位啊 有些项目已经是该推迟的推迟 该解散的解散了 这个事情啊 如果不是拜登给忘记了 那只能说明啊 美国当前的财政 他已经支撑不起了 要支援乌克兰 要支援以色列 又要在亚太增加兵力 为中美冲突做准备 美国的核动力印钞机 都已经跟不上拜登花钱的速度了 一旦有一天美元霸权崩塌了 只怕美帝国的支离破碎啊 会是难以想象的速度啊 节目前的各位说是不是呢 本期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